嗨 大家这一周好吗 这一年真的是很多事情 多的一些意外 那其实还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去预防的一些意外 例如说战争 那今天我想要来分享一个荷兰的艺术家 然后他本身是一个摄影师 然后本身也是一个画家 那其实他一直常年关心的是什么 就是说这11年以来 就是叙利亚的这个战争 那到目前叙利亚都还在 就是一直还在战争的一个问题 因为有我大概看了很多的一些资料 就是因为我发现说 这个其实有太多复杂的这个因素了 有宗教有派系的内战 就是他的儿童啊 光是儿童大人没有算 他是光是儿童就有五万多名儿童上升 670万人就是失去了他的家园 流离失所 世界展望会啊 就是一直也在努力就是促成 就是世界和平 然后希望能够停止这一场战争 那这些小孩 没有父母也就成了孤儿 那还有就是就学的这些问题 其实是这个国家 就是其实是这些孩子真的是很可怜 就是没有这个未来的 那我们要讲的这个艺术家呢 就是说他以前是在有这个摄影经验 他就是在战地报导的这个作者的这个角色 然后他就到叙利亚去拍照 就是记录下来这样子 然后他感触很深 然后他决定就是用艺术的一个力量 然后要呼吁就是世界和平 所以他画的一些画呢 就是说他是先拍了 就是叙利亚的这些儿童 在战争中的一些儿童 一些灵感跟想法 那他的这是参考他自己的一些摄影的作品 其实他画了很多的儿童呢 他就会觉得说这些孩子根本就是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因为战争嘛 他失去了一些家园 然后他失去了就是很多的童年 包括说很简单的跳绳 所以他例如说有一张画 他就是画那个孩子在跳绳 他这个其实是一个隐喻 就是说对我们来讲 很简单的一个跳绳 是一个很开心的 很欢乐的 可是对他们来讲 其实真的就是一种希望 一个隐喻法啦 例如说用跳绳啊 用手牵手啊去森林啊 然后或者是说他牵着一个金鱼啊 这样子 甚至就是拿着气球啊这样子 其实这都是一个想要 获得和平跟自由的一个隐喻啦 所以是看了东西 其实是真的也是蛮悲惨人生的 其实他有很多的一些画面 就是说他到这个叙利亚的时候啊 然后他会看到一些墙上的一些涂牙 然后他就是觉得说 其实挺有感触的 然后他就是会把它就是放入 他的这个画里面 然后再结合他的摄影 所以他其实是在 把他的这个感受 把他带入这个他的这个创作里面 所以他除了非常非常关心 叙利亚的这个儿童的这个问题 其实他也是非常关心 就是这个大自然环境的一些问题 例如说这个北极这个的问题 甚至一些大气的一些问题 所以他就是会有一些小孩子 也是在这个 这个冰块上面玩耍 然后甚至说这个裂掉的这个 干枯的这个河岸在那边游戏 就是说其实这些问题 都是让我们非常的担忧的 因为他觉得说这些孩子 这些孩子的未来怎么办 没有干净的水 他们一直在等待 所以他就觉得说 这个环境的这个 这个因素其实是真的是 也是还蛮严重的 所以这个艺术家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关心 就是这个世界的 但是这个我们其实也真的是 对于战争 我们真的也是有一点 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我是觉得说 对于这个环境的保护 就是我觉得是 我们真的大家就是 尽自己的一个力量 减少垃圾 然后垃圾分类 这其实真的是一个 就是还是你随手可以帮助地球的 其实他在河南 其实是有一个声望 也是一个代表 他因为他为什么会 又看到环保 又看到战争 因为他是摄影师的身份 所以他是去了很多的一个地方 然后所以他也去去了那个北极啊 南极啊 然后他去北极的时候 他有深深感觉到 就是说 那个环境气候的一些很大的一些周变 然后看到那个北极熊 然后饿到都是没有东西吃 就变得很瘦 然后他就有的就是饿死了 这样子 然后因为他就觉得说 这个全球暖化的这个问题 他也是在做摄影师的时候 他也是有曾经记录过 就是记录过那个北极 我知道是有很多艺术家 其实也是都一直在推扬环保 在宣导这个保护海洋 这个环保艺术这样子 那些因跟果 其实也是身为人类的我们 也是都是自己去承受的 那所以觉得说 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 就是真的要好好爱护这个地球 然后现在我记得有一个 就是叫做周一吃素日 所以我们那时候 其实每到周一的时候 就会开始就是不吃肉 就是吃蔬菜这样子 就是当然这个有一些 科学的一些根据 把这个打在这边 就是晕食有这样子的一个数据 在荷兰还是一个 蛮有代表性的一个环保人士 他的创作里面都是以小孩子为主 有人拿着气球 但是你会仔细看他的这个脸 其实是那个表情其实是蛮恐怖的 就是没有看到欢乐 很开心很天真的一个样子 这个其实你就会觉得 其实蛮有形式的 因为有时候艺术是这样 他有时候就是你除了感动之外 那艺术他也是要带给就是人们一些反思 然后一些就是说忠告 一些忠言 其实这是艺术有时候另一件 他想要告诉人们的一件事情 不是说在他的就是说商业价值而已 所以我其实是还蛮支持像沃特曼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家的 好那今天就分享到这一边哦 好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